你每天按时间赛跑 摩根陪伴你 你每天忙于工作 摩根陪伴你 当你用心生活 摩根用心守护你的资产 在纽约 在全世界 在你面前 时刻用心 成就人生的多头格局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哈喽我是千文 欢迎收听为自己出征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算是我 攀关系的话算同乡 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 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她的名字叫做李心慈 那心慈呢她非常厉害 她是屏东狮子相处的第一位女博士 而且她是一个念资 算是什么资源工程系 像那种跟土木工程有关的博士 非常的厉害 然后心慈现在呢她是担任 国立成功大学的助理研究员 那本身也担任另外一个 葫芦象台南市葫芦象独策协会的总干事 我们先来欢迎心慈出场 哈喽心慈 嗨千文你好大家好 心慈非常的害羞 对很可爱 然后心慈呢 其实心慈的背景 嗯我要形容一下 真的是很漂亮的位女孩子 因为心慈有拍完组的血统 哦好羡慕哦 深邃的大眼睛 对然后又很可爱 笑起来笑起来就是很阳光 然后心慈我们来聊一下好 因为嗯 你小时候的家庭的背景 听说你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对不对 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对 我们在私底下聊的时候 我听了就觉得一直 我一直笑 因为那个心慈的一些讲法 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因为心慈的那个家庭的故事 相当的精彩 因为妈妈好像说 听说妈妈很早就生下你 对大概就十九岁的时候 十九岁 可是你你在后来 就是小时候这段日子到国中之前 你没有见过妈妈 哦有见过啦 但是他就是没有在我 没在你身边 但你没有见过爸爸 对没有见过爸爸 哇那所以你都是阿公阿嬷 这样子一手带大就对了 对在国小之前都是外公外婆 嗯嗯嗯嗯 那在国小之前 你国小时候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 就是关于爸爸妈妈这个话题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 就是外公外婆 会跟我提妈妈 嗯嗯 然后他会跟我说 因为妈妈要就是出去工作 对 所以我就要乖乖的在家里 这样子不可以做乱 这样 然后爸爸那部分 就是其实外公的说法是说 我是就是青蛙的小孩 对不对 就是那其实还蛮一般 就大家都会 这算是原住民的乐天 跟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后来我知道就是 可能大家是说石头蹦出来 对耶 我爸妈也是这样讲的 对 我爸妈我小时候问他们说 我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们都说你是高速公路捡的 哈哈 哈哈 哦其实 对啊 所以我们 因为我爸爸还是屏东人 因为屏东人的幽默是这样 有可能 哦所以你是青蛙 对我是青蛙 青蛙那边生的 我是高速公路 石头旁边捡来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可以当好朋友吗 对 互相扶持长大这样 对啊 哦所以你小时候 其实你还是会问 那 但是外公外婆给你的答案就是 就是用糊弄你的方式过去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嘛 所以就想说 哦也许真的是青蛙 小时候的笨笨 你没有真的认真观察青蛙的长相 想说 嗯 长得没有很像 其实好像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疑问 好奇怪 对 大概就是 环境比较单纯 对 就没有意识到说 有 有爸爸跟没有爸爸 有什么差别 就还好 嗯 所以你真的 你算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吗 嗯 应该是说 就是有 就是待过一段时间 对 这样子 就等于是国小 我念到 小学一年级上学期 对 然后下学期才搬到 算是 比较平地的地方 就是那个 房寮那边 对 然后就是你跟那个 外公外婆相处的过程 然后你们讲话 因为外公外婆会跟你用母语 讲话吗 对对 用母语 哇那你 你还听得懂咯母语 听得懂 听得懂 对 你小时候都真的用母语回 对 然后就是 其实我 其实我不太确定 我是不是都懂 对 只是说 就是有时候偶尔回去啊 嗯 就是会想要再跟那个 就是部落老人家聊一聊 对 然后讲一讲 他们都会 哦 很感动 掉眼泪 真的吗 就是说什么 啊 外公外婆没有白疼你啊 你现在还会讲 这样子 然后就 哦 很高兴一下 哎 真的耶 因为我觉得好可惜 现在台湾因为慢慢 大家都开始汉花 对啊 我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中间有一段空白期 对 然后要接轨 就有一个很大的断层 对啊 然后现在很多人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断层找回来 嗯 我觉得相当的重要 不然在 可能我们接下来下一代的讲 真的真的完全对自己的文化的根源 已经要再回去追溯那个断层的话 其实要要接轨有点困难 对啊 对 所以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加油 赶快多跟部落的老人聊天 对 后来发现就是说 如果要把它系统化的再交给下一代的话 可能我还要再做一点功课 嗯 对啊 就是如果只是生活用语的话 对 可能还是不太够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你说你在大概国中之前 对爸爸妈妈是很模糊的 对不对 对 那种感觉是很很陌生的 对 那你到什么时候才真的有跟自己的爸爸或妈妈开始有机会可以相处 相处就是到国中 真的是到国中之后 因为国小我是跟阿姨一起住 嗯 对然后我妈妈偶尔会来来看我一下 所以算是阿姨阿姨带着你 对对 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带你带你一起生活 对 嗯 那你跟阿姨的关系到现在应该也是很轻哦 很轻啊 你跟阿姨也会用母语讲话吗 不会 会耶 就是其实我的母语就后来就是搬出来之后慢慢会退伍 因为没有接触了对不对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就是我们上学就是上学就不能再讲母语啦 哦 而且就是你就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就是要追随汉文化的价值啊 因为不然你功课怎么办 对要说的很标准的口 对 那时候的国语 对啊 而且那时候其实很压抑就是才刚从山上回来 然后有些有些班上的同学甚至还会就是用那种很不礼貌的那个用词叫我 会像你嘛真的 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叫叫我们还那的那个年代 T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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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觉得好像未被开化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时候就是傻傻的就想说我不要被人家这样教 就這樣 Direction ot 所以我要跟他们一样就是要好好 把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 才不会被人家就是 对对对 就是揶揄或是什么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对自己的文化 并没有那么大的 就是没有那种认同感 对对 那你到国中之后 你开始有机会跟妈妈一起生活 对 那听说 听说妈妈一定是个美女来着 因为听说很多人追妈妈 对 大家不晓得 我跟那个心慈在私底下聊天的过程 心慈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 她说 你不知道好多人抢着要当我爸爸 对啊 就是那就是小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聊 对 就是也会问 因为就是 但我还是会会想要知道 自己的爸爸是谁 对 就是也会问 你有没有认真去问过 也是有问啊 然后但是我身边 还是说是青蛙王子之后 没有后来长大一点 知道不是青蛙之后 就会就会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是谁 妈妈的说法也会听 然后 别人旁边的说法 还有那种就是 抢着要当我爸爸的人的说法 我也会参考一下这样 对对对 对啊 就是那时候还蛮多人 抢着要当我爸爸 对啊 而且听说很好玩 你的汉语的名字 新词 听说也是一位 想要抢着当你爸爸的人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 好像对我妈追很久 对对对对 挺好玩的 对啊 然后后来 因为其实你小时候 你说你小时候 其实你没有一个固定的 原住民的母语的名字 对 你说好像外公外婆叫你 就是想叫什么 他们就自己取 对不对 真的 所以你没有一个固定 他们也没有想过 要帮你取一个 正式的母语的名字 没有没有 就是小时候好像就是 就对啊 就没有想到这个 因为以前好像 因为我记得 我们开始会懂得 就是要去追溯我们根源 大概好像也是十几年前 慢慢开始有这个意识 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去挖掘一下 自己的根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长期被殖民嘛 那就是很多 本来自己的文化 都被切割掉 就觉得不能去碰 那是一个禁忌 你在学校你不可以讲台语 不可以讲自己的母语 或是原住民语 不行 你就是要把中文学好 这样 然后到后来慢慢的 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 觉得 没有 我有自己的文化 然后开始回去追溯 那你是 你是排湾族嘛 对不对 那你 你到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你后来好像也 你自己有 也开始有这个意识 觉得应该要 找回自己的东西 跟自己的母语的名字 对不对 你是不是开始 后来你也 很努力的 要为自己取一个 漂亮的 排湾族的名字 对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还蛮晚的 就是 到来台南 念硕士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你那个时候就是在 陈大念书 对对对 那时候其实是先从 做网页开始 那时候去想要参加一个 原住民的网页 网站比赛 对 然后去找资料 嗯哼 才发现 哦原来 排湾族这么 博大精神 这么 对对对对 对啊 然后就是也有 就是查资料的过程 有去查到我们排湾族 就是那种命名的方式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看到什么资料 就打电话问阿姨 问妈妈这样子 那他命名的方式什么 你们有没有特别重视 因为我知道很多 好像原住民的朋友 会有所谓的 好像有传承这件事 有的人是要跟阿嬷 还是跟 对对对对 就是跟外公 或是跟外婆 一样的名字 对 要再拿来 对 继续用 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吗 对 就是可能照着 族谱上面去排 对 就是 通常就是可能跟 就是隔一带 这样子去取名字 然后通常取名字 就是依照那个 小孩子的个性 或者是对他的期望 然后去帮他命名 这样子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要卖个关子 因为我们到现在 我一直还没有透露 那个新词的原住民名字 是什么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听新词 自己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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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